哈囉 歡迎收看 巴哈姆特 電玩瘋第 641 集 高星李昂營救總統之女的惡靈古堡寺重製版 在 3 月 24 號推出 電玩瘋又在第一時間直播 重製版玩起來相當精彩緊張刺激 CAPCOM 在發售前則是在官方 YouTube 頻道 推出了一系列惡搞復古風動畫 《理名作劇場 不思議村子裡的李昂》 這可不是隨隨便便的動畫喔 是由日本動畫協助製作 致近了 1975 年到 2007 年播出的電視動畫 《世界名作劇場》系列首部作品 《龍龍與中狗》 第一話尋找 Ashley 村民的爆笑空耳台詞 第二話兩人的約定 Ashley 到處亂跑替李昂惹麻煩 最新的第三話救救我吧老爺爺 想逃跑的兩人卻遇上了電巨人 溫馨柔和的畫風 但內容滿滿的敏感非常爆笑有趣 官方果然是最大手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到 Capcom 官方頻道收看全系列 這週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最後生還者》的真人影集 《閃電》公布了第二季的宣傳海報 沒想到那個女人居然現身了 海報以森林外熊熊燃燒著廢棄車輛為背景 一隻粗壯結石 握著鐵錘的手腕擺在海報中央 很明顯的這就是《最後生還者》 二部曲第二女主角 Abby 的手腕 這這樣的影集第二季 玩家們你會繼續收看嗎 為了紀念《艾爾登法環》推出滿週年 Bandai Nomoko Entertainment 特別公布了這一年間的統計數據 首先是玩家最常挑戰的頭目 目前挑戰累積次數以達59億次 其中大名鼎鼎的女武神 米凱拉的鋒刃 馬列尼亞以3.29億次熔燈榜首 第二名是惡兆妖鬼馬爾基特 2.81億次 第三名是尼姆格福大樹守衛 2.77億次 接著是死亡次數原因 全球玩家累積貢獻超過90億次死亡 其中有69%是被敵人或 NPC 殺死 15%是因為中毒、星紅腐敗、失血等效果致死 14%是墜落、死亡 而2%則是被其他玩家殺死 而剛好最近有款獨立遊戲被爆抄襲二登法環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讓我們接著看下去 說到目前遊戲業界最多人爭相效仿的對象 無非就是FromSoftware 旗下著名的魂系列遊戲 而打著魂類招牌 難度和形式模仿度都很高的獨立遊戲 更是Steam 遊戲商店百元價位的場客 雖然說獨立遊戲致敬魂遊戲已經是見怪不怪 不過這連遊戲中的動作完全照抄 這好像就有點玩過頭了吧 最近還意外爆出Epic 開發者商店的審查問題 別人辛苦的心血竟然可以未經授權 直接上架商店販賣 難道以前自稱審查嚴格的Epic Games 螺絲也鬆掉了嗎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整件事情就要從今年3月11日推出的獨立類魂遊戲 黯淡的信仰孤獨者 Blake Faith for Spelkin 說起 這款遊戲有著融合中世紀 現代工業以及類爭氣龐克的美術風格 玩法與設計和大部分模仿魂類型的遊戲差不多 比較注重個人化遊玩風格以及廣大的開放世界 剛推出時並沒有受到太多關注 不過在遊戲發售後沒多久 有玩家發現遊戲中的動畫怎麼好像感覺似曾相似 仔細比對才發現無論是遊戲中敵人的攻擊動作或是姿勢 完全就是從愛爾登法環的動畫模型中截取下來 直接無縫套用到遊戲中的敵人角色身上 對玩家而言這已經不是抄襲模仿的問題 而是直接盜用別人的現有成果 理所當然的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事件也引起了以創作黑暗靈魂模組工具的作者 Miammaritas 的主意 也立即指出了這是有人利用他製作的導出工具 截取愛爾登法環遊戲中的動作動畫 倒用到其他遊戲中 並強調 我無法容忍有人使用我的軟體來直接導出這些動畫 並將其使用在商業產品之中 就在事件爆發的隔天 遊戲開發團隊Archangel Studios 緊急發出了公告 聲明這次開發中採用的人物和怪物動畫 皆取自Epic 開發者商店 Epic Marketplace 販售的動畫套件 並不知道購買的動畫套件本身已經構成了侵權 團隊也在第一時間聯繫Epic 詢問此事 但得到的回覆 卻是Epic 無法獨立驗證此類權利 且Epic 不會向購買提供此類保證 哇 這樣子的回覆對開發團隊來說 根本就是碰染釘子 既然Epic 不能積極處理 開發團隊也只能摸摸鼻子 更換了原本從Epic Marketplace 購買的動畫套件 並透過更新置換了遊戲中有爭議的動作模型 承諾未來會更加小心 也提醒其他同業 針對Epic Marketplace 的內容需要再三注意 整個事件才暫時告一段落 多虧了玩家社群的細心 才能夠在事態擴大之前 讓製作團隊注意到問題並盡快解決 現代遊戲引擎對於引擎授權放寬 以及遊戲開發工具的並利性 讓小成本遊戲開發的門檻越來越低 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有些熱心的開發者也會透過 像是Epic Unity 等開發者商店 商家一些通過審查的遊戲創造素材與工具 讓新人開發者在創作遊戲時更加方便 但有些開發者的心態 可能沒有你我想像中的正確 為了求獲利或是超捷徑 便會利用第三方工具 去取得一些知名3A大作的遊戲素材 像這次的暗淡的信仰孤獨者事件 工具開發者未經授權 盜用了愛爾登法環遊戲中的動作模型 並上架到Epic Marketplace 提供給遊戲開發者 不知情的開發商 使用了這些未經授權的素材 並做成商業遊戲上架販售 不知不覺中也成了侵權盜用的共犯 長期來看對於消費者 開發商或是被侵權的受害方 都不是件好事 因此在提供遊戲開發工具 素材審查的這塊 不僅開發商本身需要對購買的第三方素材工具 多加留意版權和商用可能的問題 提供這些開發工具和素材的平台商 或許也需要研發一套防治機制 避免有潛在侵權問題的素材 上架到開發者商店上 提供這些開發者工具和素材的作者 更是需要自重 投機取巧盜用他人心血並非正途 希望未來別再出現類似的盜用事件啦 最多人玩的射擊遊戲 COD Apex 戰地風雨和PUBG 都往城末級的同時上線人數 史上最強的警匪槍戰遊戲 Valve 終於宣布要推出傳聞已久的最新續作 絕對武力2 預定今年夏季會在 Steam 平台上市 將會透過免費更新的方式 讓所有 CSGO 玩家免費升級成功 二代 絕對無力2 中還會使用 讓手感有明顯感受提升的最新科技 究竟是什麼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目前釋出的全新三大要素 第一就是大幅進化的畫面 那些我們玩到閉著眼睛 都能夠輕鬆繞著跑一圈的經典地圖 Italie、DOS2、Nuke 等等 全部用最新的Source 2 引擎的新工具重新打造 加入最新的照明技術 製造出柔和的光線和場景反射 不過真的要對戰的話 相信大多數人還是特效能關的舊關 以能夠清楚看到敵人為主吧 第二點就是全新的煙霧彈效果 過去的煙霧彈就是一片一片貼圖所組成的煙霧 還會穿模穿過牆壁 一點煙霧的感覺都沒有 在二代中的煙霧使用動態體積物件處理 根據周遭的環境變化 它會沿著狹窄的長廊延伸過去 或是往樓梯下面擴散 還會從窗口或是裂縫中滲透出去 當子彈射穿過去 還可以看到火光在煙霧中反射 子彈和手榴彈的爆風能夠把煙霧推起開來 暫時清除視野 不過這樣子是不是說未來的煙霧彈效果比較差 而且更吃鹹卡資源呢 第三點就是有著最關鍵影響的Tick Rate 當你電腦硬體網路速度都不輸人 被槍整心黏在敵人身上卻還是輸了 有時候就是Tick Rate在作怪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所有動作都會跟伺服器交換資料 而每秒交換多少次就是Tick Rate 有時候我們倒楣一點 明明先開槍 但某幾發子彈剛好就打在那兩邊 兩次判定點之間 伺服器就判斷你沒打中 反而被打死 讓你氣得整夜睡不著 懷疑自己是不是老了反應變差了 原本Tick Rate就是業界頂尖的絕對武力 在二代中加入了Subtick的最新關鍵技術 未來伺服器會準確得知 玩家所有指令輸入的實際點 從而判定有無命中 手榴彈的反射角度也會變得準確無誤 當玩家們還在敲碗128 Tick Rate VALVE 直接丟個黑科技出來 或許大家這樣看下來 可能會覺得只是畫面增強 有必要出個二代嗎 其實這個最不容易察覺的Softick 才是二代主打的招牌 據說還有參加那一側的職業選手提到 可以購買火箭筒 看來也能夠期待全新的武器 此外遊戲還將帶來重新打造後的精準音訊 將更能反應物理環境 聲音變得更加清晰 表達更多狀態 長期有在玩CS GO 的玩家 別忘了在遊戲開頭的地方 檢查一下有沒有收到官方的封策邀請 即日起絕對武力 2 展開限定測試 將三階段增加參與玩家的數量 以VALVE 絕對不輸三代的傳統 難道這會是末代的絕對武力了嗎 有著號稱平凡的少女 一人獨扛三代作品的人氣女主角 由Ghost 製作 光榮特庫摩發行的 煉金工房系列最新作 萊莎的煉金工房 3 終結之煉金術士與秘密鑰匙 在 3 月 23 日發售了 身為系列的破天荒第三部作品 這次萊莎將再度回到熟悉的庫墾島 某日庫墾島附近突然出現了一片神秘的巡島 神秘島嶼對庫墾島的控制裝置產生了負面影響 引發了大地震 擔心庫墾島會因此沉默的萊莎一行人 決定前往神秘群島調查 這次萊莎聽到了神秘的呼喚 並覺醒了秘密鑰匙的配方 要利用鑰匙的力量展開最後的大冒險 本作的重點當然就是這些秘密鑰匙了 我們可以從島上的地標或是怪物身上吸取力量 來製作這些鑰匙 每把鑰匙都有不同的功能 像是可以在地圖上進行傳送 打開某些封閉的空間 或是在調和系統中啟用 藉此提升作品的品質或是附加額外的特性 雖然鑰匙使用有次數限制 但只要有材料就可以近乎無止境的製作 戰鬥方面也有明顯的進化 是史上最多同伴一起參戰的一次 我們要在11 名隊友中選擇三名前衛 加上兩名後衛組成隊伍 戰鬥方式也變得更為動態 透過攻擊和指令以及自由的切換前後衛成員 相當鼓勵玩家不停切換隊友 打出華麗的連擊 擊中敵人就能夠累積行動點數AP 當AP 達到一定點數後可以消耗 並發動帶有不同效果的特技指令驅動 多次使用指令驅動攻擊成功 核心積蓄與戰術等級就會上升 還能打開道具欄使用藥力轉換 藉由藥石的力量進一步強化攻擊 此時不只是可以無視AP的消耗 攻擊也會附加額外的屬性傷害 如果能累積到戰術等級5 還可以啟動類似大絕招的索命大爆衝 打出超高傷害 這代大招的招式也遠比以往系列要來的更加華麗 還有像是無縫地圖 隨機事件和建造工房等讓人耳目一新的新要素 歷代最豐富的系統讓戰鬥爽快度大幅提升 保留了一代的撲泥養成和二代的坐騎 並增加了更多的煉金探索道具 讓你可以跟著萊莎上山下海自由冒險 據說這是最後的夏天跟冒險了 萊莎粉絲們千萬不要錯過 這個與蜜大腿一同旅行的親密時光啊 繼符文宮廠次的豪華版之後 歷代最經典的符文宮寵3 將在3 月30 日在隨時上推出豪華版 符文宮廠3 豪華版 是以2009 年在NDS 推出的原作為基礎 提升畫面品質並翻新三定模組的強化版 我們將扮演失憶的主角麥斯 來到以大樹微中心的西亞連絲鎮 一邊農耕一邊展開以春夏 秋冬四大迷宮為核心的冒險 可以看到許許如生的證明 怪物的長相也遠比當年清楚許多 部分介面也配合Switch做出了修改 玩起來更加順手流暢 我們能以人類和魔物兩種失聯展開奇幻生活 可以在魔物敘事待發的迷宮冒險 或配合四季在田內努力更做 也可以進行釣魚戀愛等各種行動 還能夠透過送禮或任務 與正民們聯絡感情 或是參加鎮上定期舉辦的節慶活動 帕基迷宮拿起各種武器狩獵魔物 用變身腰帶變身成魔物 進入另一種攻擊模式的變身 還有用隨身帶著的積極種子 叫出同伴一起戰鬥的積極種子系統 在這邊我們可以過著隨心所欲的豐富生活 另外在全破遊戲後 還追加了後日談的新婚模式 讓我們可以用Live2D的新例會 與老婆一起享受新生活喔 Blue Bird Team 旗下的招牌恐怖遊戲 層層恐懼Layers of Fear 終於在最近公布了新作 層層恐懼的實際展示更新情報啦 首先先要講清楚 這次的層層恐懼並非完全新作 而是將歷代內容全部收錄重新翻修 並追加新篇章和新關卡的重置合集 我們可以重新回味一代和二代的完整劇情 藉由追加的一代主角妻子的視角 以及新篇章燈塔篇 將至今為止所有的故事線串聯起來 所有在層層恐懼故事線中埋藏的謎團 或許將能在這次獲得解答 以Unreal Engine 5 的新技術 打造高層次特效 支援光線追蹤 HDR 和 4K 解析度 將當年因為技術限制 無法呈現的恐怖氛圍完整還原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 這次釋出的燈塔篇的展示影片 出於某些原因 要在燈塔小屋注意玩的小說作家 要面對來自小屋的怪異 以及截搞日快到了的壓力 我們可以看到如油花般空間扭曲 以及類科斯魯的驚悚表現手法 穿插了大量的暗示手法 來襯托心理恐懼 在關卡中 不時會出現會威脅我們的黑暗 這時就得要拿起手上的油燈照亮他們並驅散 不過這個油燈可是有很嚴格的使用限制 很多時候就只是用來製造逃脫空檔的利器 所以能避開危險時就還是盡量避開吧 《三餐恐懼》將於今年6 月 與PC 和家用主機登場 期待著的粉絲們就請再耐心等待一下囉 僅由10 名成員組成的 韓國獨立開發團隊 Project Cloud Games 公開了目前正在研發中的新作 Project Relic 的實機遊玩影片 本作主打線上多人共鬥玩法 描述受鬼怪肆虐而崩壞的世界岌岌可危 我們將扮演獸魔獵人 斬妖除魔 並探索有關古代遺物的線索 實際影片中展示了像是大錘、劍盾、匕首等多種武器的實戰風格 敵人跟環境設計方面頗有魂系遊戲的黑暗風格 讓人感受到強烈的壓迫感 看來遊戲難度應該不低 但相對的會是許多高手們展露技術的倔強舞台 既然遊戲主打多人共鬥玩法 就代表當打不過時我們可以繞人 相信再難纏的鬼怪 也難逃玩家們的圍毆大法吧 由Geno Labo 開發 即應設Games 發行的點陣風格牌組構築 RPG 手機遊戲 Soul Fars 在日本的付費排行榜拿下雙平台第一的假期 現在即將要移植到主機平台 並支援繁體諸文囉 在科技過於進步 人類學會將靈魂轉成數位的世界中 一種被稱為魂魔的怪物 因此誕生並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我們將扮演靈魂使者巴雲 接受私人軍事公司的委託 前往消滅這些生物 跟敵人交手時 我們要藉由消耗AP 來打出由武器形成的靈魂碎片 若能一次打出多塊碎片 還可以發動角色的強大戰技 但每回合就只會獲得一點AP 而且無法累積到下個回合 因此要如何獲得額外的AP 會是一大課題 我們要使用能打出弱點的靈魂碎片 或是成功防禦敵人的攻擊 才能夠在下回合獲得額外的AP 但實際上在行動時 就可能先消耗了能打出COMBO的關鍵靈魂碎片 此時就要使用靈魂驅動裝置 來確保下個回合能給予對應的碎片 要如何安排讓角色們順利打出戰技 就考驗著我們的功力啦 SoFars 目前在 Xbox 平台展開 一小時 Demo 版的進度體驗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來測試看看自己的實力 星戰粉絲期待已久的星際大戰系列最新作 星際大戰絕地倖存者 終於確定將在 4 月 28 日 與 PS5、 Xbox Series X 跟 S 還有 PC 平台推出 也釋出了最新的宣傳影片 介紹這次故事的世界觀、反派以及新的系統 在星際大戰絕地組織殘落中 凱爾·克提斯被發現是絕地武士 於是被追殺 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 5 年後來到了星際大戰絕地倖存者 凱爾已經是個滿臉胡渣的大叔 必須尋求光劍以外的力量 才能在帝國的陰影之下找出自己的命運 而同伴喜兒朱達、葛瑞茲居特斯 和暗夜姊妹梅林都還在身邊 不過大家的長相都隨著時間有了一點變化 這次也會有新夥伴 僱傭兵、博德、阿庫娜等人加入 主角方的陣容是越來越強大了 宣傳影片中我們還能看到凱爾跟他的夥伴 一起使用如同雙人合體技的招式 看來這次會有很多時候跟夥伴一起戰鬥呢 影片中還會看到我們跟拿著光劍的角色交戰 而且還不止一個 究竟對方是敵人還是朋友呢 希望之前的延期是讓遊戲做得更完善更好玩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4月28日 《星際大戰絕地倖存者》的推出 電玩瘋直播的惡靈古堡 4 重製版 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劇情流程進展都告訴你了 《辦公室地獄》《Hell of an Office》是款第一人稱動作遊戲 我們要化身地獄社畜《逃離惡魔老闆》 記得要點開旁邊的影片來看 喜歡電玩瘋介紹影片就請頻道訂閱起來 按讚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重要的遊戲情報 按讚喔